宜蘭县政府配合内政部银建署在罗东镇中山公园青楼广场举办社会住宅包租带馆333 全台房东动起来的活动宣导 安排由游戏闯关、摸彩、抽奖、美食兑换等好康又好玩的活动 现场还准备了抽奖的奖品有电影票以及礼券等等 包括了县长领之庙、银建署副处长陈兴隆都出席活动 鼓励房东加入社会住宅333的方案 享有三岁减免 三费补助以及三年服务等好处 那整个社宅的这个新办计划 预计在蔡总统八年的任期内提供20万户 那其中的12万户是由政府直接来新建 那另外的这8万户是希望透过包租带馆民间的住宅来达成 所谓333的方案啊 第一个三指的是租金的这个 所得税 还有房屋税 还有地价税 这三种税 有减免 其次啊第二个三啊 指的是房屋的修缠 修缠会 还有公正会 以及家保险的这个费用 这三种费用政府有给予补助 那最后一个三啊 指的是提供给房东跟房客 三年的这个专业的租屋服务管理 县长也表示为了拼出宜兰的好生活 宜兰县政府在109年开始 推行宜兰县社会住宅包租带馆第二期计划 110年第三期的计划办理户数加码到400户 以提供弱势家庭就业 就学的青年租屋协助 也让租任双方能够获得更好的服务 三岁的减免 所得税房屋税 地价税的减免 还有呢 三年的服务三年的补助 所以这好看法 大家知道 大家一方面对着我们这些年轻人 或者是弱势团体 或者低收入户 这都可以来包租带馆 重要是让我们400户 我们已经达标200户 还有200户就够了 银建署以及宜兰县政府 希望透过社会住宅包租带馆333的方案 促进居住争议以及居住品质 希望触逃家们能够多加利用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明 采访报导 但是这个感觉